广东南南队长离队悬念揭晓 朱方宇完成大手笔签约 杜丰等到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所周时目最近呢 随着CBA的休赛期到来之后呢 各大球队也进入一个球员的交易 包括整体的影员状态 而也正是因为呢 各大球队进入一个影员的时期的话 也要近期呢 各种各样的一些交易传言 甚至是谣言呢 也是盛销成上 尤其呢 作为目前传统的真冠强队 所以广东队呢 当然也是受害者之一 就在最现在在广东这边整体的新动态 不断的时候的话 外界也传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谣言 甚至传出的广东南南接下来会大变天 有些球员要发生变动的情况 尤其谁的最新的广东南南队长周鹏呢 又在社交平台当中 发出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 更是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大家也都在想说周鹏说出这番话 是不是对球队有什么不满意 或说他真的要离开球队呢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消息来看周鹏在当天呢是发出了这么一句话 他用了一张照片在照片当中呢附上了这段文字 有些事情可以理解 但无法接受 那么这句话发出来之后呢 结合之前那些谣言呢 有些球迷没有明白真相了 就以为说他们内部是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 也在猜测了广东队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其实我们只要稍微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了 周鹏离队的所谓的一些事情呢根本就是谣言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广东队都没有官宣任何一个球员要离队消息 而且我们也知道周鹏呢作为 整个CBA当中都非常稀缺的一个风险球员了 他在广东的整体的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广东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也不可能和周鹏这边闹败让他彻底离开 所以其实从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来分析的话周鹏接下来离队呢完全就是谣言 而且呢对外界的一些不明白真相的球迷而言呢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而且说实在的其实虽然说最近的很多谣言也是四起 但是广东队的整体新赛系的一些轻讯计划的步伐呢 其实一点呢都没有受到外界的一些传业的影响 比如说就在最新那么周芳宇呢就和广东实验中学院呢完成了一个重磅的大手笔签约 这个签约呢也将为继续为他们的轻讯计划呢源源不断的去输送人才 从官方的媒体的一个通稿当中呢他们是这么写的 广东实验中学和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呢 体教融合深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呢 在啊这个实验中学体育馆来进行 那么这一次呢朱芳宇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且呢进行了一个发表谈话 在这一次的一个讲话当中呢朱芳宇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 职业体育和专业体育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去结合 他说体教融合呢是大势所趋 所以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话那么广东南南在2019年开始呢 才会和实验中学开始了这个合作 并且呢双方一起 去建设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队 进一步去加强篮球人才输送体系的梯队建设 那么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广东南南希望通过和这些各大高校的合作呢 一方面去建设 非常优秀的一些球队也能够从这些高校当中呢挖掘到更多的人才 能够为他们的青年队呢输送更加多优秀的球员 将来能够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能够上升到一队帮助整个广东队在CBA争夺更多好的一个成绩 比如说在目前广东二队就是青年队当中啊其实有不少球员呢 也就是来自于广东实验中学 所以对于整个广东队来说那么他们目标 是非常清晰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轻讯计划了能够去帮助广东队 去 充实他们的人才库 所以总的来说目前来看的话对杜丰而言呢整个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他也能够安心的在中国南南这边呢 继续安排积蓄了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球迷啊也不妨期待一下下个赛季广东队的精彩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